某科技大厂于台南市劳工局合作办理的真才活动 近日在火车站后站圆白广场举办 劳工局长王兴基表示 这次的活动特别办在中秋年假期间 是希望借此吸引返乡民众 能利用返乡时间参加真才 所以今天特别跟我们台积电说 利用这个中秋节三天的联系假期 我们的主典在台北 对他来到来庆中秋的时候 能够就建来鼓励他能够进入我们台积电来 所以今天就这样一个美和的活动 说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 台南适合回来工作回来机制的地方 王兴基提出积极与企业合作 是希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把优秀人才留下 该公司台南厂人力资源处副处长张静毅 进一步说明 此次真才各开出200个技术员 与100个工程师缺额 而这次人力招揽主要是提供 善化扩厂需要 已经找了1500多人 那我们在年底前还会继续 在这边扩充台南这边安居乐乐 那随着我们的投资步调 那让台南的整个发展 能够配合整个城市愿景 让科技人在这边 能够把自己的一些梦想 在这边落地生根 市府单位与私人企业 共同办理真材 除了方便民众获取讯息 还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可说是创造双赢局面 就听广播电台的 给南部人一个机会 盼望未来对此相关规划 能更争完善 才不会让打造台南成为宜居城市 沦为选战口号 记者杨宁子潘毅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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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呼吟